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小飛象 Dumbo 由黑暗哥德系大導演 Tim Bolton 知道 改編之 1941 年的迪士尼同名動畫電影 也是迪士尼今年經典動畫成人翻拍電影的第一部 接下來還會有阿拉丁和獅子王兩部電影 由 Colin Farrell 怪奇孤兒月的 Eva Green 以及 Tim Bolton 的蝙蝠俠電影當中的主角 布魯斯維恩還有反派企鵝 Michael Keaton 以及 Danny DeVito 主演 劇情敘述 在一個生意不好的馬戲團裡 誕生了一個耳朵非常特別的象寶寶 在兩個小孩的照顧之下 他們發現了這隻小象能夠利用這對耳朵飛翔 進而可以拯救這個即將面臨倒閉的馬戲團 我真的是看了 Tim Bolton 的電影長大的 《銀劍大法師》、《蝙蝠俠》、《蝙蝠俠大賢神威》 《銜刀手愛德華》、《斷頭骨》、《巧克力冒險工廠》 《大智若魚》等等 都是我特別喜歡的電影 相對來說我比較熟悉早期的他 這部小飛翔對我來說是一部非常 Tim Bolton 的電影 真的很適合他去翻拍 在他的電影世界當中 一如既往的從一個破碎的家庭出發 講述一個怪胎活在這個世界上所受到的對待 以及他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黑暗帶點殘酷的社會現實 大智若魚之後 他的電影裡面賦予了更多的溫情 雖然相對於《魔鏡夢遊》的奇幻 這是一個比較寫實的故事 但依舊有發揮到他黑色童話的風格 甚至讓我覺得有些地方有點太殘酷 這樣子的一個童話故事裡面出現了有些太沉重 令人無奈的橋段 也因此在每一個我看到Dumbo飛起來的時候 都讓我非常的感動 小時候看這個故事你會覺得 哦,他會飛,他好厲害哦 長大了來看,尤其在這部電影當中 你完全可以體會到那個飛翔背後殘酷的意義 要經歷過多少帶著傷痛的成長 我們才能夠讓自己飛起來 我很喜歡原來動畫中Dumbo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就是一個只會哭哭啼啼 然後不能見到媽媽的小可憐 而且原來真的把他畫得很可愛 在這個真人版電影中的Dumbo 因為真實性的關係 當然少了很多的表情 大多時候只能靠著那個鼻子 還有不太真實的嘴巴去表現他的感情 一隻大象可以笑成這樣真的是有點詭異耶 眼淚也沒有辦法那麼多那麼明顯了 但他還是很可愛 尤其是跟伊瓦格林坐在安全網上面的時候 孤獨當然還是這部電影的核心 馬戲團老闆思念著不存在的兄弟 父親思念著他的手臂 還有思念著媽媽的孩子們 這個主題是讓我覺得這部電影 特別沉重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知道人死不能附身 看著螢幕上面的這些主角 你真的只能跟他一起無奈 或許因為如此 他們也才極力的幫助Dumbo找回自己的媽媽 既然自己體會到孤獨的痛苦 那就希望不要再有人是孤獨的了 或許是因為電影的前半段有點太沉重了 我一直偷看旁邊的小朋友 心裡想著你們真的看得下去嗎 但發現他們好像根本不知道 螢幕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電影的後半段 整個高潮轉折帶給觀眾很強大的彌補 好像是試圖要撫慰前半段受傷的我們 或許這就是導演想要達到的目的吧 這個部分就不是那麼的好看 我覺得有點太容易太理所當然 整個最後一幕都有點太過於表面了 跟前面相比起來這個結局顯得很不深刻 中間有一段泡泡秀的部分 會讓我質疑這部電影的設定 不是真人版的電影嗎 怎麼會有這麼不真實的內容 後來才發現這是致敬原版電影當中的一段 其實不只這一段 電影當中有很多致敬原版動畫電影的橋段 只是大部分都合理化過了 除了這一段之外 但一隻小象可以飛起來 本來就不合理啦 也因此我覺得有點可惜了 這部電影沒有讓Tim Bowden 用了更多奇幻的手法去呈現 他沒有保留原來動畫電影中的那些奇幻的部分 我好想要看到會唱歌的火車頭啊 電影中加入了克林法洛的一家人 取代了原本Dumbo的老鼠好朋友 也幫這部電影帶出了更深厚的家庭議題 我還蠻好奇這個電影最後結尾的意思的 這個家庭成員是不是有一些改變呢 整個馬戲團成員裡面的配角 也幫這部電影當中增添了很多的趣味性 也是改變了馬戲團老闆那個角色的重點 當然在幾乎快要插了一個世紀之後的一個翻拍版本 這部小飛像真人版電影的結局 跟原來動畫電影的結局是有差別的 雖然我剛說這個結局部分沒有很好看 但這個結局的改動還是很有意義性的 讓我想到小S去年上了阿雅一個真人秀節目的第一集 他們去造訪了在非洲的大象孤兒院 剛好遇見了一隻被獵殺的大象 這些大象會變成孤兒也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被人類獵殺的關係 節目裡面說平均一天就有一百隻大象被獵殺 我不想說什麼狗屁話 我只想說這是我們應該要關心注意的事情 要怎麼保護大自然、保護動物 我想這是2019年的小飛像電影裡面有講到的 演員部分其實我覺得Michael Keaton 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好看 他一出場就把所有的戲都搶到他身上 但在整部電影裡面跟其他人比起來 就有點太假了、太誇張的表演 小飛像重點整理 這是一部成功翻拍的小飛像真人電影 有著還是很可愛的Dumbo跟很可愛的小童心 電影前半段寫實黑暗的很深入人心很精彩 每一次小飛像飛起來都有讓我感動 電影結尾的變動是代表著新時代進步的結局 特別推薦給每次看提姆波頓電影 都會被療癒的怪胎們去欣賞 小飛像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幣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Bye